填满了爸爸的爱 爸爸是海洋 爸爸是宁静祥和 与极乐的海洋 爸爸是那一位移除所有痛苦的 然后给予幸福快乐 爸爸的爱就是 最大的力量 爸爸是一切事情变得很容易 隐秘的支持 然后永远都会在我们的 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保持与爸爸的陪伴 也要去一直提醒他人 保持这位权威的爸爸的陪伴 爸爸是我的力量的支持 我的心思和心智 我保持爸爸的陪伴 为了要摆脱所有的影响 我保持一颗非常洁净的心 并且充满爱的 永远都要给每个人好祝愿 和纯洁的情感 还有祝福 现在从爸爸那里 获得Drishti 来填满我们自己 跟你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就是为什么在膜拜的道路上这样倡导 您是我们的母亲和父亲 我们是您的孩子 因此Brahma Baba是我们的母亲 也是我们的父亲 因此这两者母亲和父亲的形态中 Brahma Baba正在滋养着所有的我们 我们的滋养是什么呢? 你们居住在不同的地方 你们居住在不同的地方 有些人居住在国外 但是我们说我们一直都在至尊灵魂的滋养下 我们所有人如何滋养的呢? 我们的滋养是通过思想 爸爸充满爱的态度 他充满的爱的追忆 和通过他的嘴巴所讲的墨力 通过街市生活中最深的深层的那个秘密 墨力提供了一整天的滋养 你们一定已经看到 并体验到不管什么问题到来 比如说 比如说你们没有收到当天的墨力 有时墨力的日期 墨力的日期可能不一直 不一直 然而如果你们遇到了问题 例如如果孩子们遇到麻烦 他们会怎么做? 他们跑向 就会跑去他们的母亲 然后 哦 妈妈 这已经发生了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现在会发生什么呢? 如何解决 解决这个问题呢? 他们将分向母亲 并在母亲面前描述他们的问题 同样的如果遇到问题 那么我们孩子们会记住谁? 我们会记住Bab Dada 我们都会记住他们两位 Bab和Dada 因此 我曾经看到 如果我们用内心的爱 对Bab Dada说 我的爸爸 那么他马上就来了 他甚至不花一秒钟的时间 爸爸对我们有那么多的爱 就像一个非常可爱的人一样 我们也不想和他们 一个非常可爱的人呢 我们也不想和他们分开一秒钟 同样的 我们从心底呢 说我的爸爸 那么爸爸就会出现在我们的面前了 我们下期再见 Om Shanti 我们是无限的伤人 不管爸爸有什么样的破品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会拥有的 我们把我们自己填满了21次的珍宝 我们没有缺乏一切东西 一切东西在那里你都能够得到的 没有缺乏的在那里 爸爸说我是给予者 我一直都是一直给的 但是孩子们不能够无法得到那么多 去获取那么多 有时候他们在某些方面 因为有一些事情发生了 他们就停止从爸爸那里获取一些东西 Daddy Guza说 他说这个母亲 我想我有一个想法说 那有一个问题 我会去哪里 去找这个答案 然后我们去哪里找呢 像刚才那个小孩子呢 有问题的时候他去找母亲 但是我们呢能够去找谁 我们去从墓里那边去寻找我们的这个答案 我们去到我们的导师那里呢 得到祝福 他给我们忠告 然后他给我们祝福 所以那是很好的一个滋养 爸爸呢是我们的老师 父亲母亲和导师 爸爸也是说 你们孩子们是16千度完满的 你的继承权是 你的继承权是 纯洁 宁静 宁静 祥和 爱和 富足 所以不要去拒绝 当我们拒绝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逐渐的 不管我们拥有的什么商品 或者是继承权 我们从爸爸那里所获取的 我们开始使用它 那也是 那也就是说 我们开始使用的时候 那么夜晚和痛苦 当我们停止使用呢 夜晚和痛苦就来了 我们就失去了我们的宁静祥和爱 但是在会和时代呢 我们再次呢 感到我们的这个珍宝 你知道吗 不管是动物 小鸟 或者是虫这些 即使是小虫这些 当那个冬天要来的时候 在还没有 在还没有开始之前呢 冬天还没有开始之前 他们就储存 他们存储那些货品了 所以他们在想 他们就是给这个 世俗的这个 滋养 我们要想一下 我们的灵性的滋养 爸爸说 无论你去到哪里 你不会得到 你不会得到 这样的无限的这个 货品 或者是滋养 爸爸说 不只是 你 你从我这里得到 是你们的继承权 这个是非常 这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你们有这个权利 去得到这个继承权 当 我们拥有这个 当你们 我们有了继承权之后 我们就觉得很安全 直到说 我从我 我的父母亲那里 我的父亲那里 得到了继承权 在会合时代 我们 我们 就是接受这个 这一个 纯洁生活的 我们接受这个 纯洁的生活 我们也是 我们也是习惯了 所以我们也是喜欢 这样的方式 爱当然是很重要 但是不要有身体意识 因为一旦有了身体意识 那么 季度就开始了 我们就做比较 非常精微的 这些 恶习呢 就会浮现了 所以 对 爸爸呢 来 给我们 到来给我们 这一个 纯洁的继承权 然后跟这个 世界做比较呢 即使在我们的这个 宁静祥和的 这个品质 我们是百分之百的 但是有 当然会有时候 会失去了它 我们是没有这个贪婪 意愿牵挂的 我们的心思是宁静祥和的 我们的关系也是宁静祥和的 同样的我们的喜悦和我们的幸福快乐 也一样的 最一个 最 爸爸最喜欢的一个 其中一个 品质呢 爸爸最喜欢的就是 喜悦 喜悦和幸福快乐 爸爸说 你孩子们 你们正在成为 Lashby和Narayan Narayan Lashby和Narayan 是非常甜蜜的 所以 我们也要成为 甜蜜的 所以 对于Nar呢 我们有时候 这是 的确 的确 能够的 我们在想 有没有人能够像这样实际的 就像那个例子呢 有啊 我们看Brahma Baba 就是那样 每一个Daddy 他们呢 就是充满了一个喜悦 幸福快乐的芬芳 所以我们大家呢 每一个人都一样 我们 我们要成为 成为 我们要变得 喜悦 甜蜜和幸福快乐 所以 说取 从爸爸那里 说取 继承权 我 真的很喜欢 当我在想 Brahma Baba的时候 但是在 即使在 还没有来到 这个 知识之前呢 我 我一直看神 是充满微笑的 我一直看他 他给了我 他给了我很多的 祝福 他不会问我 哦 以前我们在问 你好吗 不用的 我们一直都是好的 让他给我 更多 更多的 祝福 有一次 有一次 Daddy Prakashmani 告诉我 你 你 你将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你 你一直都是 OK的 就是好的 因为你已经拥有很多 特别 特别呢 特别是 特别是 那个知识的海洋 正在给我们 这些知识 Morning 那么我们一直呢 就是持续不断的 去使用 这些知识 知识就是那样 因此 让我们看 让我们来看 从神的这个 商店里呢 我们 得到了什么 我们会看 我们能够从那个 商店里得到什么 Om Shantee 大家 Om Shantee 我们 有非常 非常 就是奥妙的 你和 爸 他们是如何 滋养着我们的 特别是在 墓里中 从墓里中 我们 我们 是 到了 这 非常 超市 就是充满了 货品 那 你可以说 我们都拥有一切了 我们 我们拥有很多了 爸爸 用 今天的墓里 我应该做什么 现在 在这个会合时代 我应该做什么呢 爸爸 要我做什么 不只是在想想 我在想这个 想 当然是我要有 那个行动 我在想 我在想 我在想这个 这个提问 就是说 我应该做什么 现在 我 我已经 没有过去的 我要去做什么 最过去做什么了 我只有现在 就是当下 在未来 我也是没有 什么 要做的 但是要当下 现在我在当下 要做 要成为 要纯洁 理解知识 更深的 去理解知识 然后 那么 那么 所有的 这个秀呢 就会被移除 爸爸在使用 这个 很多次 在使用 这个 就是秀 秀呢 能够 当 潮湿的时候 潮湿的时候 我在想 我的 就想 Maya呢 就是 她 她 以她的 雨水 就像雨水 那样的 撒上我们 如果没有 存结呢 我们真的不能够做其他的事情 不能去理解 我们也不会感激 然后我也不能够从 我的 摆脱我过去的 这个因果 帐户 就是 我们要 接受爸爸 就是通过我的行为 我的修行 我们要 我们要监视 爸爸 爸爸 时常说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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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一起 那个 集体 的力量 呢 就能够 运作 所以 我们 我们 一起呢 如果大家 在一起 我们就能够 揭示 父亲的 爸爸的 如果你 把他 放在一起 我们 我们要 把这个 神人的 神人的 这个习性呢 也带出来 然后 让他们 也得到利益 我们就是 专注在 我们 必须 做什么 我们 要 做什么 我们要做 有效力的 所以 我自己 不理解 自己 他人也 不能理解 我 我 不要说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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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认为 说 我 无论如何 我都是属于 爸爸的 爸爸 当然 他是 那个 能够看一切的 那一位 当然 有时候 可能呢 我不能看到 他人是如何 看我的 但是 我要检查 爸爸 爸爸给我们 很多的爱 我 我爱爸爸 当然 但是 我是不是 像爸爸 爱我那样的 爱我自己呢 如果你要 检查 我们能够 做的就是 当然 我要 两件事情 我要成为 纯洁 我要 揭示 我要揭示 父亲 成为 仁慈的 那一位 这个就是 基本上 我们要做的 事情 我们 能够去把 这些 珍宝 给其他的人 当然 我要 真的知道 怎么去 使用我的 在会合 时代的 时间 爸爸在那边 但是 我的 我的 角色 角色 是什么 爸爸的 电商店 在那里 但是 我的角色 是什么 他们 他一直都是 拥有 心 想 和 存 血 但是 他是 一直在 那里 但是 我要 成为什么 所以 今天呢 他在Armred Vela,就是甘日时刻 爸爸呢,现在就在我的面前 那个那一位呢,我一直在寻找的 我也是从那一位呢,我一直在要找 就是这个答案的那一位 现在他就在我的面前了 然后就是在母里的时候 我们在聆听母里的时候呢,我们要做什么呢 就是为了我要成为这个商店的帮手 第二呢 我要变得越多的是,越多的成为无限的 爸爸是无限的,我也是要跟爸爸的那个层次 差不多一样 就是说呢,那个听母里的时候呢 为了解开,就是绑定我的那些其余的线 我必须成为什么呢 然后我们今天在那个交通管制的练习 就是检查自我服务和世界服务之间的平 然后呢,对坦率诚实的体验 然后要坦率诚实 今天的那个关键 就是 宁静祥和 幸福快乐和纯洁 明天我们将会继续的 就是关于这个我们的行为 Karma 所以你看一下,检查一下 爸爸在母里说了多少次 爸爸说你要成为,你要成为 成为很多很多的东西 我们要做什么样的努力 做什么努力 你看到灵魂 成为 还有知识 那个比较大的字 知识,成为和灵魂 今天的就是 听母里的时候 然后我应该怎么做 为了解开 绑着我的那些其余的线 我必须成为什么呢 我要怎么摆脱这些呢 摆脱这些线呢 缠着我的 要怎么解开它 然后在交通管制 练习呢 就是检查自我服务和世界服务之间的平衡 不要 就是迷失在很多在服务中 我们要平衡 或者是迷失在这个 思念中 但是我们要 一定要检查那个平衡 所以明天的这个体验的这个检查表呢 就是我对父亲坦率 诚实的体验 所以我要去看 我要怎么对父亲呢 非常坦率和诚实的 明天的阿弥陀佳 就是甘露时刻呢 爸爸呢 使我成为了 全能全威的主人 爸爸已经使我成为了 全能全威的主人 所以很多要去 我们要去培养的 这是明天的 明天见 阿弥陀佛 这是很漂亮 已经说 充满爱的 爸爸在分享 充满爱的去分享 爸爸要我们成为 就是有知识 然后像知识之语的 我们在 我们在 学习这个母理 但是 但是爸爸说 我们要成为化身 爸爸进化我们 爸爸是那个 解放者 他特别呢 是 他是那个知识的海洋 和 极乐的海洋 因为我们要 就是 怎么去使用这些知识 爸爸说 你意识到你的 你意识到你的信仰 然后你的这个行为 就会好 这就是 我的原本 原本的自我 还有 我这个神人的信仰 所以在我们的行为 也是 要注意 爸爸 很多我们需要做的 就是 我们要跟随 怎么做 我们要就是 跟随这个主人 然后 跟随爸爸 然后去做 有时候你觉得 不管什么时候呢 你觉得你自己 你是了 你要做什么做 你去看爸爸 然后看 大提他们 你就会慢慢的 回来 因为一切东西呢 就是从我自己开始 自我 看一下我能够去做服务 我能够去帮助他人 所以真的是 这是从自我 爸爸说 你要保存 你的这些货 存 存储 你要有满满的货 你记得吗 也是在 阿比特努力 爸爸说 非常有力量的 孩子们 利用我 他讲 爸爸在 非常有力量的 说 孩子们 使用我 就是 要利用我 非常 我们不要 就是 感到灰心 我们 要怎么做 我们要召唤爸爸 因为爸爸是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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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律 我们做一切的 如果爸爸是 那个 当然 他会 把一切事情 都做好 但我们要 保持 爸爸的 这个 陪伴 我们要 我们要 越多的 就是 越多的 去使用 爸爸 不管我们 需要什么 那么 我们就能够 向前 耐尽 Om Shanty 这里 你们 你们已经 拜访的 这四个 朝上的地方 都没有 看 那个四个 朝上的地方 在 Madhuban 无论 无论 无论谁来到了 Madhuban 你们都会去 Pandava 玩 不是吗 首先是 和平塔 第二呢 就是去 爸爸 爸爸的房间 就是 爱的 地方 这是 爱的 爱的地方 第三呢 我们会去 爸爸的 小屋 这一个地方呢 就是 爸爸呢 就是 会见 每一个 孩子们的 地方 然后呢 第四呢 就是 历史 大厅 所以 你们 已经 已经来过 这四个 朝圣的 地方了吗 这四呢 赶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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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就是 收入的 源泉 不管是 无论你们是 来这里 是在家中 还是在中心 聆听 墨里 或者只是 听墨里的 孩子们 所有人都应该 听到墨里 所有人都应该 听到墨里 在 这次来的 那些人中 你们 必须 定时 听到墨里 有没有 听 不到墨里 的人吗 有没有 有没有人 没有听到 墨里 的人呢 孩子们 举起手来 爸爸问 有没有人 没有听到 墨里的吗 举起手来 没有人 举起手 没有人 举起手 大家都是 在听 墨里 爸爸说 很好 那些 不听 墨里 或读 墨里 的人 站起来 有几个 所以站起来 有几个 爸爸说 没关系 但是从 现在开始呢 接下来的 时间呢 就是要 听墨里了 这些是 父亲的 崇高版本 这些都是 父亲的 崇高版本 这些 达到 来自 来自 是 尽 居所 而 即使是一天也不要错过牟利 即使是一天也不要错过牟利 然后你们将会从Bob Dada的心 清堪宝座坐下来 那些错过牟利的孩子们应该明白 他们不是三个宝座的主人 就是那些错过牟利的孩子们 他们不是三个宝座的主人 依照他们的能力 他们只会成为两个宝座的主人 因此使用牟利 因为牟利每天都有指示 这四个科目都有指示 你们必须每天接受指示 所有处于某种原因 而错过他的人 就是错过牟利的人 都应该为自己制作一个程序 就是你的时间表 以便他们听到牟利 找一种或拯救的方法 找一种或另一种的 就是准备的那个拯救的方法 如今科学发明 已为你们完成 大约一百年之前 科学被发明了 在Shit Baba 进入Brahma Baba之前 它必须 对你们有用 这就是为什么你们应该使用它 从中受益 对于正坐在爸爸面前的孩子们 或者无论你们在哪里 正在听牟利的 内心深处的爱思念 爸爸对你们就是从它内心深处的 爱思念和深深的爱 和爸爸之南マステ 大约一百年之后